Hello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文艺 首先非常感谢樱花房联主席奶爸的邀请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如何获得规划许可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课程吧 什么是规划申请 规划许可是法律要求进行开发的权限 包括新的建筑工程 拆除开发以及用处的变更 例如将建筑改成非住宅目的使用的房屋 我们常用的俗语是 Planning Concentre和Planning Approve Planning一般由当地的Council来审批的 什么情况下需要规划申请呢 我们常用的 例如在一块空地上新建房屋 和本身这块地上有房子 把它拆除以后重建 房屋的家建和阁楼的改造 挖地下室 车库和附属建筑的改造 等等 什么情况下不需要规划申请 维护和修理 就室内的改动和改造 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 和屋顶的改造 用相同或相似的材料 重新建屋顶 外部重途 还有不影响外观的开窗 更换窗户 电视天线 接受房客的小型的AMB 在花园里改造活动房 或者进行小规模的种植 这些都不需要申请 但是这是常规的 如果要是limited 如果要是list house 就不可以 提交申请的流程是什么 就正常的大家理解的 可能就是提交申请 只需要填写一个表格 把表格附属图纸 发给政府进行批复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在操作中 就会收到拒绝的信件 然后会经历很长时间 甚至数月的和政府的讨论 因为有在整个申请过程中 有很多细节 可能会被大家忽略 所以接下来我会给大家 介绍一下申请的流程 和一些举一些例子 然后告诉大家 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一般你把申请材料 交给政府以后 政府收到你的信件 会把这个信件放到公众上 放到公众网上进行公布 如果你的邻居或者是 或者是住在附近的人 不同意你的申请要求 那你的要求就有可能 在这个期间会被驳回 然后如果公众没有意见的话 Planning Officer会进行 对你的Planning进行 进行检查 然后会专业的人士进行测算 最后有Sainer Officer进行决定 大概需要八周的时间 就是把这个 把你的Planning进行批复 正常情况下是八周 但是这个八周只是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把所有的 你需要做的东西一起提交 你假如你提交了一个 Extension 然后呢 你隔了两个月之后 你又提交 提交了一个 隔楼加件 这样你的整个时间 可能要拉长到 16周 就是每一个小问题提交 都需要等八周 一般在填写Planning表格的时候 需要申请需要什么资料呢 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申请人的先领地址 联系方式 如果找代理的设计公司 帮忙就需要 代理的一些具体信息 另外这个表格的内容 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 例如车辆 有没有停车位呀 有没有垃圾收费点呀 就是材料的停放地点 停车场污水 就是洪水风险评估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件 但是你当地的 例如洪水和污水这些东西 你可以查当地的 就是你当地council的一些文件 然后来查它的 风险评估这一些证书 另外 我需要提醒的是 有很多人会忽略 我举一个例子吧 有很多人会忽略 就是停车位 我们之前碰到过 去年碰到过一个项目 就是这个 是一个detached的house 然后正对着 一条主路 他们后面没有停车位 花园的后面没有停车位 所以当时是客户是准备 把它申请做成两套 改建成两套 就是flat ground floor和first floor 两套两句式的flat 后来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因为它是主路 当时政府只批复一个停车位 如果要是两套flat的话 它就需要两个停车位 但是它不批复两套停车位 也就是说 如果递交 这个申请递交上去之后 就不予批复 你没有达到 他们对停车位的要求 正常的就是递交上去之后 你要给counsel付一定的费用 我下面把这些费用写在上面 但是也要根据每个当地的counsel的情况不一样 它的收费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变化 当然这些申请费用在有些情况下 是需要不需要交费的 例如你第一次申请被counsel掉了 然后你只要在第二十二个月之内 再申请同样的东西 是不需要收费的 还有一些像例如你给残疾人修建的一些 保护残疾人安全的一些项目 也是不需要收费的 Planning的图纸 一般我们常规的图纸 需要就是你这个房子的现有的图纸 然后改造之后的平面布局图 还有就是建筑外观 整个外观的四面图纸 如果是Paris的话就需要两面 Semi Detached的话就需要三面 然后你这一块你的房子所占的土地的 就是位置标示图 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 Detached House的一个图纸 我跟大家在这里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位置图纸 就这块房子所在的位置 它的整个面积图纸 这个是改造前的现有的图纸 这个是经过设计 设计以后的图纸 他们做了这个整个房子 整个做了 做了一个整个三层的 就是阁楼改造 这是外观 外观的四面图纸 现在说到重点 就是很多人会关心 就是说我要是 自己可不可以做建筑申请 当然如果你要是 对政府的法规特别了解 然后呢 你还要具备能够画图 就是能够自己画绘制图纸的能力 你可以自己申请 就是你之前 你如果自己申请的话 你只需要支付 Council的那部分费用 但是如果你要是 请专业人士帮你申请的话 我就大概列举一下 就是英国市面上 英国当地的这些费用 正常的你房子 从开始申请到建筑结束 你需要三个人来帮你完成 第一个就是建筑书 就是需要帮你递交申请 画图纸递交申请 填写申请资料 第二个就是结构工程师 就是在你递交的所有的资料 就是帮你画结构图纸 第三个就是Building Control Building Control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你递交给申请 Council以后 政府帮你派Building Control 第二个是你自己申请 自己找Building Control 自己找的基本上是外面的一些公司的Building Control 他们的收费基本上都类似 正常的市面上的 我现在把这些英国的 就是他们常规的收费方式放在PPT里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当然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你们做规划申请 就可以扫下面的二维码联系我 谢谢 谢谢